主耶稣写给推亚推拉的话 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 那眼目如火焰 脚向光明同的神之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心 信心 勤劳 忍耐 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 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 贴喜别 教导我的仆人 引诱他们行奸语 施记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行 看来我要叫他并卧在床 那些与他形影的人 若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们重受大患难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 叫众教会知道 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个人 至于你们推呀推呀其余的人 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 不晓得他们述常所说 撒淡深奥之理的人 我告诉你们 我不将别的单子放在你们身上 但你们已经有的 总要持守 只等到我来 那得圣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人 到底的我要赐给他 权柄至福列国 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 将他们如同摇护的瓦器打得粉碎 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带就应当给我们一起